日本青小說推薦 以前就看涼宮春日 展身史萊姆巴 全部買完 然後慢慢看 說謊魔女 灰色彩虹 它是一首歌改編的小說 為美好世界欣賞祝福 為美好世界欣賞祝福 這真的很好看 我覺得美好世界 每個人都要嘆笑 地錯 在地下城 很常人 一世界悠閒農家 農澳天悠閒 還不戴大腦 然後又好看的 第二部我會推薦的是 雞雞座的少年系列 鴨翅甜蜜的文筆 真的太棒了 它是我唯一一部 可以看哭的小說 地獄模式 喜歡速通遊戲的玩家 在備設定異世界中 這部很好看 它的設定都很棒 Overall 它是有點遊戲的元素 主角是一個不死族 轉到一時間 當反派魔王的那種故事